今天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我們要告訴大家 我們台灣的司法已死 我們台灣的法治已死 民進黨口口聲聲說什麼 台灣包容多元的聲音 這是包容多元的聲音的行為嗎 民進黨說 我們台灣是有民主的社會 我們這樣民主嗎 一大早一大群國安局的人員 就跑到我們年輕人的家裡面 就說要他們以證人的身份 要傳喚他們 問題是他們發出來的船票 跟他們發出來的區票 都是未來的時間 這是怎樣 我們台灣的科技有先進到 我們可以發出未來的船票 未來區票嗎 這個難道不就是我們的綠色警總的復辟嗎 民進黨你不要以為 你今天把他們四個人抓進去 我們的聲音就會消失了 不要以為因為他們四個被你們抓了 我們新黨的聲音就沒了 我可以告訴你們 我們新黨就算戰鬥勝一兵一足 沒有辦法進去陪爭 因為刑事述動法規定 證人沒有委任律師的權利 只有被告才有委任律師的權利 那但是這會是我們的一個法治上的一個漏洞 因為很多時候是這樣子 檢警單位是以證人的身份 先問完之後 把他想要問的問題都問完之後 然後忽然跟證人說 你現在變成被告了 你可以委任律師了 常常這樣子做 那我現在也不確定 他什麼時候會被轉成被告 所以我只能在現場等 等到被轉成被告的時候 我可以馬上進去擔任他的律師 證人 如果他們都是以證人的身份的話 請問可以 衝進去證人家裡面 翻箱倒櫃的搜索嗎 我們行事述動法規定說 對第三人的搜索必須要有相當理由 這個門檻是比對被告的搜索還要高的 那請問 有什麼相當理由 可以認為說 可以衝進證人家裡面 對證人搜索 所以這一連串是一個 我們現在台灣 人家號稱是人權立國 已經是這麼進步的一個法治 的一個思維底下 卻還存在著這樣的漏洞 而且又涉及到國安 所謂的國安 所以就可以用這種粗糙的方法 來對待這一些 所謂新黨的這個青年軍